合法猎人 立即釋放 在合法的地区 居然是用合法的枪支 来进行这个合法的活动 为什么还要这样子滥捕 警察滥权 违法进捕 当做什么 我们是大猎区 其间在我们的猎区 我们在我们的猎区 换回里面打猎区也不行吗 去年12月30号 台东巴布鲁部落的 五位悲难族人 因为涉嫌持有没登记的猎枪 在山区狩猎 遭到台东分局现场逮捕 且移送法办 隔天31号 许多族人到分局前抗议 表达高度不满 台东地检署在征讯之后 也立即在31号晚间6点 释放五位猎人 但也因此让巴布鲁部落 应该举办到 元月3号的年纪祭典 被迫提早结束 因为今年受到这样的影响 我们就昨天晚上讨论了以后 就出二 就把这一次的活动 朝朝结束 祭典受到干扰 被迫提早结束 让部落的族人感到相当愤怒 而这事件也迅速延烧 整个台东悲难族群 族人认为 执法单位 对原住民族文化不够了解 祭典式的一种活动 是传承给下一代子孙 保留我传统的文化 然后你又要去抓他 然后你又觉得 他申请是合法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对原住民来说 很矛盾 他们认为说 我们在执行狩猎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 是违法的 实际上原住民的猎人 针对自己的所属的狩猎文化 有不同的文化的意涵 那他在执行狩猎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在执行 他的文化的权益 文化传承已现有法规相抵触 族人表示 不排除后续将有抗议行动 同时呼吁原民会 应该主动邀请相关单位修法 避免相同的问题再次发生 记者文化 台东市猜报报道